台湾要有力 行政要中立 拿手版排排阵 苦好喊的郑天祥 四大公投投票倒数 珍爱藻礁公投领先人潘中正 找来在野党立委 律师和环团 痛批民进党 公投立场 行政不中立 公务人员他不可以动用行政资源 不可以利用职务关系 不可以影响公务执行 然后也不可以使用执贤跟民气 不管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对 你的表态就是不妥适的 公投的投票跟选办法的投票一样 公务人员要恪守行政中立的原则 否则就是违法 环团栏营炮轰行政官员心中没有环保 只有选票 民众党立委蔡壁如更是火力全开 鼎民中游把每年编列八亿元的莫领经费 用来关说社团 替行政院长苏贞昌办公投说明会 这是进化版的国库通党库 用政府的钱来收买受害者 成为执政党动员的庄角 是民进党对环保运动的背叛 距离投票顺不到一个月 环团在演党联手向民众喊话 而同一天总统蔡英文首度以总统身份视察早就 但前一天潘中正才喊话 希望能跟蔡英文一起到现场 却碰了一记软钉子 特地的到这个桃园市政府强调的所谓的 他们的保护的橱窗这个地方来看 而不去看大潭藻礁 我认为其实是已经是目的非常明显 他们想要模糊这个焦点 他们要把这个焦点转移到他们有利的方向 环团炮声隆隆跟蔡政府只求对决 四大公投进入关键期 战火还会继续烧 欢迎新闻江波伟林嘉倩台北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 环宇新闻台